大家好 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三 今天的大使 真的比較難觸摸 特別是在下午的時間 大家會看到 旗子曾經有一個 倒升的現象 而藍酬谷裏 騰訊也做好 也令大使本身的跌幅 一度收集很多 不過始終很多的中資金融股 和一些地產股的走勢 都是比較弱 所以恆指到最後 都是要下跌 不過23800這個水平 依然可以穩定 也意味著 後市23800 也有一定的支持 不過大家可能對於後市的看法 現在都會略為比較悲觀 因為為什麼呢 始終廣故 一來都跌穿了50天線的支持 第二 如果大家看看其他地區的股票市場 例如 Dow Jones S&P 500 基本上也是 跌穿了50天線 這個比較 中線 這個支持位 所以反映後市的走勢 有機會 可能也不單單是廣股 甚至乎其他地區的 投資市場 都可能有些比較差的表現 其實也可以再說 多一些微股的情況 道指 昨天大家看到了 跌百多點 不過 當時我在講座上 和大家分享過 道指 基本上 是一個 股價加權的指數 所以 意味著 哪一隻股價 最大的股價 影響最高 現在 高盛 股價還是最高的股份 所以 昨晚 因為高盛的業績差 單一隻高盛 其實都令到 道指的跌幅 跌成差不多 七十幾點 都蠻誇張的 只看回 美股的行程 因為都比較多公司的業績 所以 預計都會比較 是 而這個 港股這方面 我比較關注的 都是 跟大家之前 有分享過 都是北韓 那邊的狀況 現在 就比較難去觸摸 因為 很奇怪 之前很多的 消息都說 美國會派三架 航空母艦 戰鬥群 去當地 這個是昨天 也和大家分享過的 這個看法 但是最新的消息 就是 好像美國 可能現在派一架 甚至乎 那一架 就是 那架 那架戰艦 阿爾文森號 都好像 不會在25號 去到當地 意味著 美國的 軍事打擊行動 或者威嚇的作用 是否到 現在真的不知道 所以 這件事的發展 其實挺有趣的 大家都不知道 美國那邊 想做些什麼 但是 你只可以說 這個因素 在這段時間 都依然會纏著 市場的情緒 還有 內地監管 的情況 對於市場的影響 也比較顯著 所以 初步看 恆子 有沒有機會 真的會有 比較大 的反彈 暫時看不到 但是 你只可以說 在這段時間 恆子 可能是 23800 24500 這個位置 其實我預期 明天的市場會反彈 但你說 彈得多不多 不會太多 除非 中資金融股 很發力 但是暫時 都看不到 這個可能性 所以大家都是 好像 昨天的時間 和大家說的策略 就是說 這兩天的時間 如果你假設 覺得 下星期 不怕的 這兩天其實是一個 可能是 加住的時機 但是 加住也不會加太多 可能加一兩住主 那就算了 留下的四五住 就留下星期的時間 如果假設市況 真的有一些比較大的波動的話 到時才可以入場 都不遲 今天先說到這裏 明天回來 再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拜拜